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陆续在全美各地爆发的呼吸系统疾病 包含流感、新冠病毒以及呼吸系统荷包病毒RSV都迈入高发期的重要时刻 现在美国南部多个州 特别是路易斯安那州、阿拉巴马州、密西西比州、乔治亚州 以及南卡罗来纳州都出现流感肆虐的情况 此外新冠病毒的就诊人数在连续下跌几周之后 现在又开始回温 且数据还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虽然都接种了流感疫苗 但只有不到16%的成年人接种了最新版的新冠疫苗 另一方面60岁以上的年长人群 只有15%接种了新型RSV疫苗 换句话说 第一时间的居家自我检测将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三种病症都相当类似 只有帮助医生先搞清楚 究竟是被哪一种病毒感染 才能获得正确的治疗 且为了预防传染给家人 最好到人多的地方 依然要戴上口罩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multicultural 这个raine link 有人长方森新闻 所有这些ū蜜表 大概三千万十两 Playstation 每天都 Ок 存诺的 stages